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有这样的活动呢 首先呢 移民法是联邦法 我们虽然呢 这个办公室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地区 但是呢 我们可以服务来自全美国的 实际上我们客户也来自全美国各地 比如说从中国呀 从其他地方直接申请 这样的也都可以 但是呢 我们有一些客户吧 出于各种原因的 希望说这面谈 然后呢 面谈过了以后呢 觉得更放心 或者有更多的了解 一个例子 我的笑话吧 就是过去呢 人家中药铺里头 人家有的时候养着鹿 为什么呢 人家这样的话证明 我们卖的这个鹿龙是真的 那当然人家过去也卖虎骨 人家一般可能不会养老虎啊 但是至少能做到的程度吧 那么当然了 大家如果有兴趣啊 言归正传呢 我们愿意更好的呢 和客户们沟通 见面 交流 比如说呢 今年2019年以来呢 我们去过波士顿 然后呢 在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 MIT 先后呢 做过讲座 我们也去过弗吉尼亚大学 另外呢 此前呢 我们去过NIH 还有呢 在比如其他的地方呢 也参加过有这个活动 我自己呢 曾经在NIH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工作过 另外此前在马里兰大学 然后也在乔治城大学等等都有 那么 这基本都是东部了 那首先呢 这说一下这个日程 下个月呢 我会去中西部的一些地方 然后回到东部来 具体呢 我们会去俄亥俄州的哥伦布 会俄亥俄州立大学 印第安纳波利斯 有印第安纳大学 还会路过这个普渡大学 阿菲耶特 芝加哥 有芝加哥大学 西北大学 芝加哥还有一些其他的学校 伊利诺大学 芝加哥分校 然后呢 还会去克里夫兰 那里有凯斯西楚大学 然后呢 会去纽约市 哥伦比亚大学 有纽约大学 还有纽约城市大学 等等其他的学校 然后呢 我们也会去费城 有宾夕法尼亚大学 还有几所其他的学校 有Draxell Thomas Jefferson 等等啊 这些学校 那么从纽约到费城的路上呢 我们还会去普林斯顿大学 然后呢 时间所限呢 我们不一定能够在每一个大学 都做讲座 这也是我们录这个视频的原因 如果你有兴趣 想了解更多的信息 可以联系我们 可以看能够安排时间 可以给提供免费的咨询 可以见面来讨论 然后呢 如果在同一所学校 感兴趣的人比较多 那我可以专门安排有的讲座 那么我们此前做的讲座呢 在不管是我们YouTube频道 还是微信的公众号 也有这个专门的视频 大家可以看到 当然了 这个有的事情 经常在变化 所以呢 那你需要持续的关注 是吧 就跟股市一样 你说半年前股票是啥是这样的 我根据那个来投资 不可能 所以有的呢 这个绿卡的申请形式 排期情况也有类似 比如说呢 年初的时候 一笔万恒爱W排期还差一年多 现在只差六个月左右了 所以需要持续的关注 好 那言归正传呢 回来我们讲到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2019年全美巡回免费移民签证 讲座日程 我们这里讲到了六月的日程 此后呢 我还会去美国的其他城市 其他的学校 如果通过当地的学生会组织联系更好 但是个人呢 如果有兴趣的人多 我也可以考虑在合适的地方 举行这样的讲座 好 如果有更多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我们下期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